印度 我现在有个问题 在这个视频最后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们说你好的方式 就是用不同的语言来去问候 在印度呢 昨天我们在这个房间里呢 我们曾经都在讲英语 在印度呢 不同的省都有不同的语言 其实是印度的语言很多 就是在不同的印度的省 他就会给不同的语言 这是对他们一种 这是大家一个初步的印象 告诉我们的朋友们 在录像是我们当时本地的语言 这边有提问题的 在我们祷告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祷告内容 很多人在那边祷告 很多人在录下来 很多人在录下来 在一个印度的国家呢 有不同的宗教 他们可以看到有些人呢 有 他讲的这些和尚 一般的穆斯林的会 在那麽斯克就是他的穆斯林清真寺 他们在新德里那边有 他们是有 一般的是在印度比较流行的宗教 我们很多的宗教 有很多是对人们生活很重要的 我还注意到 你的国家 有好的 很多工厂 就是做那个墓虚的 你做的 你这个水啊 用了 还有很多像那个水牛 你用他们去乳产品 对 在印度的水牛 你们用他们去做奶制品吗 乳制品 那名字叫什么 Mola Watabalva 就是水牛 像这个 畜牧野 奶牛 你们使用他们这些 产品吗 我们可以把这个 听众场上去留下这个留言 去问题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 在印度好多的牛 这是牛 这是牛 来去产奶 对 去为人类去提供乳制品 在印度好多的宗教 对我们很多人来讲 这是生活来讲 宗教是最重要的 因为牛的话 对这边是神圣的 所以说他们是可以动的 他在很多的产品 在印度的话 也是不太一样 在很多印度餐馆 吃牛肉是不可以的 两个问题 然后我们继续进行过渡下一个 谢谢你的视频 很感兴趣 加起你们的本地的农业生产队 小队的话 他们会怎么合作的 加吉呢 和印度 他并不是合作很紧密 但是有很多的消费者产品的品牌 加吉的最大的价值呢 就是对于农人 农户给他们一些 我们先提供一些品牌 这样的一些食物产品的来源 以农业人口来想 加吉 有很多的这个供应的商务给农人 像他的农具 以及他的市场 他会提供给加吉 另外呢 是给他们提供这样的社区 加吉不断是给他们商务 他们是能看到加吉的运动方式 以及他们的活动 能够让本地的农人 有更好的这样的生产的概念 印尼的问题 我对你的制品感到非常好奇 他说 他口音太重 我听不清楚 他问的什么问题 我们的导师非常棒 这是本地的印度的导师 我们的关系非常棒 非常亲密 在不同的地方 然后我们去帮助我们的培训学生 感谢我们的印度小姐 可以看到很多问题 都是很好的问题 把他写下来 你有很多时间去其他国家的学员 去讨论你的问题 请去把你的问题写下来 我们会给你时间 下面是巴西的视频 我们看巴西会什么样的信息 根据主办者的要求 这个视频是不给翻译的 请大家自己去听英语部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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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